一群人拿著手機相機 一路上拔腿狂奔 他們在追什麼 仔細看後頭跟著的 原來是王宮神教 神明出巡 他要去哪兒呢 跟在後面好 突然神教劇烈晃動 衝進了一座 再普通火火的工廠 這裡面難道有什麼 與眾不同的地方 房間裡頭竟然躲著一個人 不了解的民眾 再怎麼繳盡腦汁都猜不出來 這樣做有什麼意義 其實這項神秘的儀式 叫做狗狗家 二傑當地的居民 為慶祝立公公廟 古公三王 古公三王的生日 然後所舉辦的過活的儀式 二傑王宮廟 已經駐立在宜蘭五節鄉 好幾百年 裡頭的三位王宮 盛名遠播 每年舉辦過活儀式 許多人不辭千里 大老遠跑來看 農曆的十一月十五號 對王宮廟來說 可是個大日子 因為這是三王宮誕辰 不只有過活儀式 還有神秘的兩人 全台灣只有這裡才看得到 但說來說去 究竟神奇在哪裡 怎麼每年都能吸引到 這麼多人 只為了一睹他的風采 有點像是在 考驗神明的生機 那會把雞同藏起來 藏在二傑區域範圍內的 名家裡面 簡單來講 就是神明代言人 再和神明玩捉迷藏 躲起來要讓王宮 把自己的雞身給找出來 王宮的雞身躲在哪裡 全程都是保密到家 從廟方到抬轎的人員 幾乎沒人知道 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該怎麼達成 在那個整個過程中 連繳發練後 會在將刀國度上面 用那個繳梗 會先寫出 雞同藏匿的方向在哪裡 教子先在廟前的廣場打轉 突然開始劇烈晃動 王宮限定了 飛快書寫一旁的人 趕快記錄下神的旨意 他指示了雞身所在的方向 準備出發 只有廟方的 像董事長或是最重要的人 他才會知道雞同藏在哪裡 那再跟神明確認 砂盤寫出來的方向 然後再拔輝確認無誤之後 那連繳就會從那個方向去找